幼儿园全面安装监视器是一个防止而虐的好方法 尤其看到这阵子有这么多有关幼儿园的风风雨雨后 更加深了我这样的想法 而且不是只有我这样子想 早在2022年的12月 就有人在公共政策网络参与平台上面 发起了立法幼儿园全面安装监视器的提案 此提案在短短的三天内获得超过5000人的负益 那么提案人在内容里面就写到了 其实幼儿园装设监视器不只是为了保护孩子 也是为了保护原方及老师 保护孩子方面 幼儿园的孩子通常还没有完整表达的能力 遇到事情的时候会不知道怎么说 假设他们真的遭受到不当的对待 但是原方跟老师又不承认的时候 监视器画面就能拍上永场 保护原方及老师的方面 有幼儿园长就分享说 曾经有一个孩子在教室玩玩具的时候 突然间倒地了 但当时老师正在照顾别的孩子 他没有目击到这个小孩是怎么倒地的 但发现的第一当下 他当然立刻联络了救护车以及家长 可是家长的反应就是 你为什么没有照顾好我的小孩 你是不是虐待他 幸好他的幼儿园有安装监视器 所以他立刻请行政人员 调阅监视器的画面 除了让救护人员看到说 这个孩子倒地是什么状况 有没有撞到头 也让家长知道说 他们老师不是故意忽视小孩 也没有虐待的行为 因此免出了一场纷争 所以其实幼儿园装设监视器 就像我们开车会装设行车记录器 是一样的意思 保护自己也保护他人 那有人说你家装监视器 会让老师没有隐私啊 这里我们就可以学学新加坡的做法 曾经在新加坡幼儿园工作过的老师就分享说 在新加坡家长是不能够直接观看监视器的 他只能要求校方调阅 这个样子不但给老师尊重 也让监视器发挥了离清事实的功效 而且重点是 其实我们现在每天生活的地方 到处都有监视器 你去银行 你去百货公司 你去便利商店 都有监视器 有的时候隐私权在更大的公共利益面前 是应该适度被牺牲的 有人说真正爱做的 应该是改善台湾幼教环境跟体制吧 是的 环境必须要改善 但防止额虐的方法不是只有一种 装设监视器也是一个好方法啊 就像社区质量问题 警察加强巡逻是一个方法 但在各个路口安装监视器 也是一个方法 只要对于防止额虐有帮助的事 我们都应该做 因为没有任何一种方法 可以完全杜绝 只有多管齐下 才能够将风险降到最低 监视器或许无法百分之百还原真相 但没有监视器 我们有可能连百分之一的真相都得不到 在最后我再强调一次 我们安装监视器 不只是为了保护孩子 也是为了保护老师 谢谢大家 好的 其实这一题我要讲的时候 我是非常的战战兢兢 因为就像刚刚丽塔提出了一个有利的证据 在社会上绝大多数的生意识认为 应该要安装监视器 因为装监视器可以增加安全感 但是我今天想要请所有的评审 还有所有的观众 试着去想一件事情就好 装了监视器 到底是增加了谁的安全感 是家长的安全感吗 是幼儿园的安全感吗 但我敢说 绝对不会是小朋友的安全感 我们来听几个残忍的例子 2015年发生在彰化路港幼儿园 教保员打三岁儿童 另外台北南港幼儿园老师 抓着小朋友的脚 倒栽葱 甚至呼巴掌等等 我必须说 很遗憾的 以上这些案例 全部都是发生在监视器前面 大喇喇的施暴 意思就是说什么呢 就算我们布下了天罗地网 还是会有遗漏的地方 那些没有办法装监视器的地方呢 譬如说厕所 譬如说更衣室呢 如果这个老师他真的有心要下毒 要施暴 要虐儿的话 其实是抓不胜抓 防不胜防 其实是治标不治本 再来 抓监视器 根本不会增加小朋友的安全 但是会增加 我觉得丽塔说了一个点 非常好 但我觉得 隐私权绝对不会是这件事 要讨论的重点 而是装了监视器之后 会增加又叫老师 非常非常大的压力 我们试着去想 如果你今天上班的地方 到处都是监视器 你会不会觉得压力很大 你会不会开始上班的时候 战战兢兢 然后动辄得久 今天老师明明就只是想要 拍拍小孩的头 说你表现得很好 或是拍拍他的脸 说你好棒 但各位不要忘了 监视器没有声音 老师这个时候就会想说 这个角度会不会很像是在打小孩 会不会是很像在呼小孩巴掌 所以增加监视器 只会加速摧毁 家长跟老师之间 很难得再培养出来的信任 我讲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曾经就有家长透过了监视器 看到幼教老师在休息的时候 吃了垃圾食物 然后就去投诉他 所以现在幼教老师 是不能吃炸鸡薯条 是应该要点增鸡减脂健康餐吗 我觉得并不是吧 其实大家都搞错了 现在教保环境最严重的问题 其实不是什么肩不监视器的问题 而是超收学生的问题 因为最新上路的法规 现在师生的比例应该是1比12 但是领口这间虐儿的师生比例 却高达1比30 大家去想 如果你搭飞机的时候 有一个小孩在吵闹 你是什么感觉 12个小孩在吵闹 是什么感觉 30个小孩呢 所以装监视器 不能够解决醉机的问题 如果说我们真的台湾要拿出 这么这么多的经费 要要求全面加装监视器 我觉得大家换个想法 我们不如把这些庞大的经费 拿来改善我们的教育问题 拿来提升我们的教育质量 我觉得人与人之间 最美的风景是信任 我希望未来的世界 不是看到人与人互相猜济的世界 谢谢